好 在刚才新闻当中我们有提到政府打算要放宽贫穷线 事实上呢 现在台湾的确有不少人生活真的非常的辛苦 却因为他的名下有卖不出去的土地或者是房产 想要申请中低收入户也达不到门槛 所以政府所以现在才会想要放宽这个贫穷线的政策 考虑把不动产给排除 而目前呢 在全台湾中低收入还有低收入户比例最高的台东线 我们的记者就找到了一户十五口之家碰到了这样的困境 带你去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 住在台东市富岗里的七十岁老妇人朱玉兰 一起住的还有三个儿子和媳妇以及八名孙子 一家十五口人原本挤在这栋矮小的房子里 后来住不下又用每个月一千元租下隔壁不到食品的破房子 五个小孩和两个大人挤在下雨会漏水到两平大房间 棉被和衣服是里长帮忙捡破旧的来给他们用 怎么睡得下去那么小间 对啊 这一家人除了大儿子在轮船公司工作 每个月有两万多元的薪水 其他的大人只能打零工来养活一家十五口人 但是就因为他们有基本收入 又有一栋房子和土地 要申请中低收入户达不到门槛被退回好几次 里长想帮忙也帮不了 台东县社会局统计全线有二十三万多人 就有超过一万人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户 比例居全国之冠而且年年成长 其实工商业不发达的台东县 还有很多像住老太太一家人一样 无法收到照顾的家庭 行政院现在要修法调高贫穷线 让更多像住老太太一样的家庭 可以列入中低收入户 他们也很期待这项法案能过关 赶快改善他们目前的生活困境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道